这只一百斤的狗狗是一只阿拉斯加 它因会照顾宝宝而出名 成为整个小区里面最亮的仔 它不仅会哄宝宝睡觉 而且还懂得逗宝宝开心 是一只特别懂事的狗狗 主人说呀 当宝宝刚出生来到家里的时候 这只狗狗就像门神一样 守护着它 一刻都不愿意离开 主人说呀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它也不敢让狗狗靠近宝宝 毕竟宝宝实在太小 但是当宝宝一个月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主人彻底改变了看法 那个时候宝宝还太小 所以家里的人都没有在意 感觉宝宝绝对不会从床上掉下来 但是那一天却发生了悲剧 宝宝自己在床上躺着 所有的人都没有在身边 而陪在宝宝身边的呀 只有这只狗狗 当时主人正在屋里面做饭 它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当它跑过来的时候 啊 发现宝宝居然从床上摔了下来 而狗狗就在它的身体下面 狗狗把宝宝成功地给接住了 主人调开监控一看 发现真的是这样 宝宝无意之间翻了一个身 从床上掉了下去 狗狗就在下方 赶紧把宝宝给接住 主人感觉狗狗是通灵性的 于是从此之后 它就让宝宝和狗狗一起相处了 而这只狗狗啊 虽然它已经长得很大 但是它内心也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 总是会争风吃醋 当然它不会真正的争风吃醋 不会去伤害小宝宝 只是当主人摸完笑宝宝之后啊 狗狗也会求抚摸 还有家里的其他狗狗都是一样的 当它们靠近的时候 这只狗狗还是有一点点 不想让其他的狗靠近 因为在它的眼里 这个宝宝是它的宝宝 只能它来守护 不让其他的狗来守护 当其他的狗过来之后 它总是充满警惕 主人总是会示意它没事 这也是家里的狗狗 你们可以依 且跟宝宝玩忧 狗狗其实不光是争风吃醋 它更多的是想守护宝宝 害怕其他的狗狗过来 伤害它 主人说呀 每一次牵着这两只狗狗出去 带着宝宝总是安全感爆棚 因为身边有两只这样的大狗 就像守护神一样 守护着它们 再坏的坏人也不敢靠近 关键是宝宝也很喜欢 它们家的狗狗 因为在它眼里 这就像它自己的好朋友一样 所以它们相处了 才如此的融洽 很多人都说 当家里面有孩子 或者是有孕妇的时候 是不可以养狗狗的 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对于狗狗 我们既然养了 那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不可能因为怀孕或者是有宝宝了 而把狗狗给抛弃 那么对于这些狗狗而言 如果把它们给抛弃了 它们面临的 那么就是流浪狗的生活 特别是这些大型犬丢了的话 那只能面临的是死亡 肯定会被别人 偷走卖到狗肉馆 所以说呀 既然养了 那就养一辈子 只要我们做好蛆虫 给它们打理好卫生 都是可以的 对待我们自己养的狗啊 一定不光是一只狗狗 更多的像我们的家人 我们怎么可能舍得去抛弃呢 对待我们养的狗狗 一定要做到不抛弃 不放弃才是对它们最大的负责 对于这些小孩子和狗狗之间 我们也要多一份耐心 其实它们之间是可以沟通的 你会发现很多宝宝和狗狗之间的 友爱互动画面好了 小伙伴们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一起祝福善良的主人 一家幸福的生活吧 好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当老鹰突然俯冲下来 抓走一个小男孩时 他的祖父母感到震惊和恐惧 但是鹰这样做的原因会让你震惊 丽昂是一个祖先生活在美丽的 北美山脉上的人 他们曾几代人在那里生活 周围有绿草如荫的草地 和巍峨的悬崖和山峰 丽昂就出生在那里 当丽昂的儿子结婚后 他已经养殖和放牧各种动物多年 期待着他的第一个孙子的出生 丽昂同样兴奋不已 因为他以前从未当过祖父 他期待着与新的小家庭成员见面 也许孩子们长大后 会继续在这个地区生活和工作 就像他的家族几代人一样 丽昂看着他的羊群 他微笑着向他们介绍孙子 并展示给他们 看他们必须看到的美丽风景 毫无疑问 孩子会喜欢那些毛茸茸的绵羊 他们不停地跳来跳去 但是丽昂自己已经 陶醉其中很长时间了 夜幕开始降临 所以他开始把羊群 送回到他们的安全围栏里 所有的狼都住在山上 他们可以轻易地杀死 并吃掉可怜的绵羊 丽昂在儿子和可靠的狗的帮助下 三人一起放牧和引导着羊群 朝着他们需要去的方向前进 重要的是要围起每只羊 因为他们依靠这些羊来帮助赚取收入 由于将要有孩子降生 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有一天 丽昂想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 他的日子经常重复 他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 甚至吃同样的饭菜 但是有一天 丽昂尝到了野兔的味道 他年轻时常常吃这种像兔子一样的小动物 但是近年来已经不吃了 所以一天早上 他一大早起床 收拾好装备 出发去寻找生活在山路的野兔 捉住其中一只来烹饪 将是一种愉快的享受 而且从正常的徒步行走到山路 只需要大约半个小时 这是一个受欢迎的改变 所以他必须在上午中间之前赶到那里 并返回以便照顾剩下的一天他的羊群 太阳还没有升起 但空气已经变得温暖起来 可以肯定 这将是又一个美好而美好的一天 但是当丽昂沿着悬崖行走时 他听到了从悬崖脚下传来的奇怪 和不寻常的声音 他无法确定那是什么声音 但有些东西驱使着他朝那个方向走 朝着悬崖脚下走去 丽昂瞪大了眼睛 他看到了一只美丽的大鹰 但有些不对劲 他发出痛苦的叫声 当他看到丽昂时 他似乎翅膀受伤了 鹰试图挥动翅膀飞起来 但他始终没有离开地面 丽昂想知道 他是否在与其他动物战斗时受伤了 他猜想他永远不会知道 但他所知道的是 他必须帮助这只可怜的鸟脱下夹克 丽昂轻轻地把夹克披在鹰身上 他不再挣扎 而是像在恳求这个人的帮助一样看着他 丽昂朝着家的方向出发 丽昂一路抱着鹰走 惊讶于这只鸟的重量和巨大 之前 它在空中飞翔时看起来并不那么大 回到家后 丽昂吩咐儿子 把羊群放到田野上 然后把鹰带到家里的一个房间 开始清理受伤的翅膀 又要用纱布和绷带进行处理 他甚至给鹰带来了一些肉 希望在完成工作后 能维持它的体力 他对鹰的翅膀感到满意 他为它创造了一个栖息地 还给它带来额外的食物和水 让它在康复后享受 丽昂并不想永远留住这只鹰 它只是想确保一切正常 并能将其释放到野外 鹰似乎理解了这一点 并非常感谢这个人的努力 但是有一天 鹰终于完全康复了 可以被释放回它曾经来自的山上 于是丽昂和它的家人聚集在外面 目睹这只美丽的鸟庄严的飞起 飞回它曾经来自的山上 但丽昂看到的并不是鹰的离去 它会每隔几天访问这个房子 甚至会来到丽昂身边的田野上 看护它的羊群 这是一段不太可能的友谊 十个月后 一个善良而简单的行为出现了 丽昂终于有了一个孙子 一个名叫托尼的小男孩 在家里出生 是一个强壮而美丽的孩子 生日的最令人惊讶的事情之一 就是那只鹰在那里迎接这个小宝宝 当丽昂抱起孩子时 鹰好奇地看着它 然后尖叫着飞走 欢快地在空中盘旋 托尼刚出生不久 家人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派对 来庆祝新生命的诞生 不仅丽昂的整个家人都在那里 而且扩展家庭 为了迎接这个家族的新成员 而踏上了旅程 他们带来了食物和礼物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边聊天边喝酒 最重要的是他们出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丽昂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尖叫声 他立刻知道那是他救了的那只鹰 四处张望 他看到鹰俯冲而下 紧几英尺远的地方降落 他的行为有些奇怪 尽管发出奇怪的啾啾声 并拍打着巨大的翅膀 丽昂不时皱起眉头 想知道他是否想看看这个孩子 所以他一出门就进去找托尼 而鹰则在空中震翅飞起 抓住了托尼 丽昂吓了一跳 站在那里看着鹰在做什么 以及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丽昂冲进屋里大喊鹰把孩子带走了 所有人都毫不犹豫地冲出去 开始追逐并追击尚未飞远的鹰 人们担心如果鹰这样做 会把孩子扔下来 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然而 就在整个家族追赶这只鸟的一分钟后 它们身后传来一阵强大的龙龙声 它们转过头看向它们刚刚居住的房子的方向 然后它们的目光被吸引到了高耸的悬崖 雪崩已经开始 几块巨大的巨石开始从悬崖上滚落下来 如同将房子撞得粉碎 就像纸一样脆弱 整个家族静静地看着 就在这时 老鹰回来了 托尼轻轻地将它放在地上 然后跳开几英尺 以便它可以迅速地被它的父母救下来 因为每个人都在追赶婴儿 观察它以确保它没事 莱昂走到老鹰跟前 不知怎么地 老鹰知道山体滑坡即将发生 知道要救下这个婴儿 莱昂无法表达它对鸟的感激和感谢 也许这是老鹰报答莱昂的方式 它永远不会真正知道 但它知道的是 这只鸟救了它们所有人的命 对此它将永远心存感激 看 这只老鹰在这个男人的怀里 就像一只可爱的小猫一样 它允许这个人随意触摸自己 为什么 这个人是如何让天空之王的老鹰 表现得像一只小猫的 背后是否有什么未知的秘密 让我们来看看 很多人听说过南美草原老鹰 它经常用来形容阿根廷男子足球队 它们用南美草原老鹰 来形容那些在阿根廷草原上翱翔的人 南美草原老鹰是一种鹰类 它展示了它们的强大 在阿根廷 有一个人和一只老鹰有着深厚的友谊 这对于这个人和这只老鹰来说 都是奇妙的经历 有一天早上 这个人出去散步时 发现了一只受伤的老鹰 它看到这样一只巨大的鸟 时感到震惊 毕竟老鹰是凶猛的猛禽 起初它担心老鹰会用它锋利的绘合爪子 伤到自己 出乎意料的是 这只老鹰非常温顺 在这个人面前 这只老鹰就像一只听话的小狗一样 这个人对老鹰进行了初步检查 发现它是一只成年雄性老鹰 它的一只翅膀受伤了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它在地上找到它的原因 为了治疗它 这个人把老鹰带到当地的兽医医院进行治疗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 兽医发现老鹰的翅膀有多处骨折 认为它在飞行中受伤了 兽医仔细处理了老鹰的伤口 并给它的翅膀包扎上绷带 俗话说 百日伤筋骨 鸟类也不例外 兽医说它需要休息和照顾 但是兽医院太吵闹了 不适合它休息 所以它告诉这个人 把它带回家 这个人把老鹰带回家后 它的家人都很惊讶 当他们发现老鹰非常温顺时 他们松了一口气 并真诚地欢迎这个新成员 他们为老鹰清理了一间房子 这个人照顾着这只受伤的老鹰 并和它玩耍 它非常喜欢它 老鹰从不拒绝它的亲吻 它闭上眼睛享受着 并发出愉快的声音 这个家庭成员和这只老鹰相处得很好 这个画面真的很温馨和谐 随着时间的推移 老鹰康复了 这个人决定将它带回大自然 让它重获自由 法律规定猛禽类动物 如老鹰不能私自养护 将老鹰留在家里 对它的生存也不利 尽管这个人不舍得 但它不得不这样做 老鹰起初不愿离开箱子 所以这个人硬生生地把它拽了出来 老鹰在外面变得活跃起来 但每隔一段时间它会飞向这个人 它不想离开它 在一再催促下 老鹰离开了 回到了天空 出乎意料的是 一个月后 这个人在自己的农场上再次看到了老鹰 老鹰没有忘记它的救命恩人 再次来看望它 老鹰跳进这个人的怀里 这真的很温暖 对于动物来说 人类可能是强大的捕食者 但在很多情况下 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 而人类也得到了许多动物的帮助和感激之情 在下一个故事中 老鹰每年都会来看望一个渔夫 以报答他救了他们的性命 这是如此令人感动 在阿留申群岛的荷兰港口 住着一个叫杰西 派克的渔夫 他非常善良 经常帮助处于困境的动物 在一次海啸中 杰西救出了一群滞留的老鹰 结局非常温馨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 杰西像往常一样去钓鱼 由于海啸 他两天前没有捕到任何海鲜 今天天气好 所以杰西抓住了这个好机会 当杰西来到港口时 他目瞪口呆 他发现有几十只浑身湿透的老鹰 一些渔夫猜测这些家伙 是因为两天前的海啸 而来到这个港口的 杰西没有像其他渔夫一样嘲笑他们 他捡起受伤的老鹰 把他们带回家 杰西非常善良 他没有把这些受伤的老鹰留在那里 他毫不犹豫地花费了自己的积蓄 把一些病重的老鹰送到动物医院 为了让老鹰更快康复 杰西精心照料他们 给他们提供最新鲜的食物 并仔细更换新的服料 老鹰完全康复后 杰西把他们带回了野外 当杰西这样做时 没有人能理解他 一些渔夫甚至在背后嘲笑杰西 杰西知道人们在背后嘲笑他 但他不在乎 包括杰西在内的 每个人都没有预料到这将发生 接下来的多年里 老鹰每年都会在同一时间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 一起去看望杰西 杰西拿出很多食物喂养他们 当杰西第一次看到老鹰回来时 他很惊讶 他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能够与野生动物 建立如此深厚的关系 这种无需语言传达的信任 可能是人类和动物之间最好的纽带 地球不仅是人类的家园 也是动物的家园 人类应该热爱动物 并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虽然这些故事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但人类和动物之间 一直存在着美好的情感纽带 万物皆有灵性 我希望人类和动物 能够找到一种和谐共处的方式 使世界变得丰富多彩而和平安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